今天就教大家畫一個LEGO PLAY 用1-2-3D設計 我們先了解一下赤全 正如我上課的時候 LEGO是有LEGO的單位 LEGO的單位是按特點 按特點去計算 這樣就叫一個LEGO的單位 我們現在開始畫 我們先畫了方法 我找到最齊全是BREAK 但我們知道BREAK的話 是BREAK厚度的1分之1 我們畫BREAK的話 只需要把9.6除以3 這樣就OK了 我們先開始畫 找了方法 我們先看看這個2x4的LEGO PLAY BREAK是15.8 ATHY就是3.2 seguridad 因為BREAK是1分之1 那這邊是31.8 還有15.8 這邊就是3.2 我們先找個位置放好 下一步就是畫上面的特點 我們可以選擇這個圓柱 我們留意到它的特點是4.8 直徑是4.8 高度是1.8 直徑是4.8 高度是1.8 這個圓柱是2.4 然後是1.8 找個位置放好 我們知道它的特點是8mm 我們可以選擇Ctrl-C,Ctrl-V 旁邊移動8mm 然後就打開它 Ctrl-C,Ctrl-V 所以我選錯了 Ctrl-C,Ctrl-V 按住這個圓柱 拉8mm 然後這個-8 我懶得逐個阻礙 按住Ctrl-C,Ctrl-V 然後拉過去 就是-16 要是4個 Ctrl-V 下一步 我們把既成群組 先把既成群組 先把既成群組 然後選上群組 群組 選群組 逐個選 選群組 逐個選 放置 Ctrl-V 那我先选择群組的Groove 逐一逐一選擇 然後按Enter 好的,群組然後就將它要貼上上面 我先將這兩個圖放在上面 然後呢 就移動Transform 上的第二個, 對齊的工具 我先做X 軸的中間對齊 然後又移動中間對齊 Z軸就做最上端的對齊 之後再按Enter 在Layоме的位置,我需要移動上去 按WayLearn 可能要放大些小 再按WayLearn 按WayLearn Melbourne 将来往上拉线它的1.8 开关 Sag1.8 然后按 Unter 下一步 这番技能就会合并之一 Group 和 Merge 有什么性格? グroup 会有什么不同呢? 现在是个体制区来组服. 等我移动的时候,都是重提地移动 而Mersh,就是把所有东西合并成一件组件 合并了之后,它就会永不分离 它就不会是独立的个体,就是整个东西 即是把所有东西合并成一件 现在你看到,我固定了它 实际上,这里有9件 1件,2件,3件,4件,5件,6件,7件,8件,9件 但是,上面这个固定了,一移动的话,它就会总体移动 例如,像这样 我移动,它就会总体移动 所以,固定的用途就是把它总体移动 而Mersh,就是把所有东西合并成一件组件 OK? 然后,你用Combine,就是Mersh, 把所有东西合并成一件组件 然后,按Enter 下一步呢,我们就要做滑空了 那么,我们滑空一下这个口袋是多少 这个口袋是1.2的 那么,我们滑空它1.2 那么,我们选择下面这个面 然后,选择这个齿轮,shell 然后,我们滑空一下,我们滑空一下 然后,下面这个,它还会做完柱体 因为,它会摘在Lego的组件上 它有个位置,都可以夹住它,让它没那么容易掉下来 那么,这个其实画一圆柱体 因为,这个也会做了箱子 它们也将有分内,里面的直径和外面的直径 里面的直径是4.8,而外面的直径是6.51 那么,我们先画上两个园 那,我们先用Sketch,然后Sketch Circle 在中央的缺乏中央在?"多量多多 或者是6.51 這個數是多高呢? 其實我們可以量度軟度的高度 用Main圖去量度 因為難得計算 所以可以量度 而是2.0 高 选择外面的圆圈 然后选择,拉上2mm 然后复制出来 我们把圆圈跳进去,因为圆圈会有3个圆圈,因为圆圈有3个圆圈 我们复制3个圆圈,看看圆圈有多少 圆圈和圆圈之间的圆圈是8mm 我们选择这个圆圈,Ctrl-C,Ctrl-V 直到这个圆圈的圆圈是8mm 这个圆圈是8mm 接下来的圆圈是8mm 然后V-8mm 这个圆圈是8mm 接下来的圆圈有9mm 接下来的圆圈是8mm 接下来的圆圈 然后择,按Ctrl-C,Ctrl-V 然后,一 cards 圆圈 现在的圆圆是8mm 我们把整个HIGHLINE 然后选择这个对齐 我做X轴的中间对齐 Y轴的中间对齐 Z轴我们做最下方的对齐 然后按Enter 然后到这里 现在是Group 但仍然是四个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下一步要做Merge 然后Target 逐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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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游 然后按Enter 这个就完成了 这就是2x4的LEGOPay 完成之后 Save Copy 和Computer 然后打回你的班别学号 就交到PowerLesson2那里